哈喽 大家好 我是白丁啊 那个被吹吹根了那么久了啊 因为之前在考试 然后现在有点时间稍微更新一下视频这样子 今天做的这只也是那个观众反馈的 n9轨机系列的一个比相当的贵 说实话 就是平常都看习惯百乐的那个高性价比突然来一个这个品牌的话 就突然觉得好贵啊 这个笔啊 对好 那个n9的笔 那首先一录也连的就是哇 这个包装 然后什么 那就做自己啊 非常的个性的 就是现代现代那种就是美术那种美术生的那种感觉 就做自己 就是那种非常有性格 非常有个性的这样子一个呃 第一印象 这个包装非常的贵啊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就比比就真的不知道是不是真有那个质量了 好 来 好 好 那一个一样 好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能看到 哇 这个包装真的相当的不错 但是呢 不是很正 然后呢 摸起来的手感来讲的话 有点类肤的那种材质 但是呢 这些印吗什么 我觉得细节不是很到位 你看这个印 下面都有点虚了 能看到吗 有点掉了 哦 我个人觉得这个包装看起来很贵 但是有很多 这种应该做到的一个精细度没有做到 那这是我第一个感觉 然后再下不再下来就是下面的一个条码 包装上面来讲做的非常的一个高级 然后就这样一拉 然后呢 这个包装基本上怎么讲呢 非常浪费的一个包装 不太环保 呃 然后再下来有一个各种的看一下这个纸什么 好吧 那就各种的这个想看的自己看吧 呃 个人觉得这个纸的话的一个价值不是很高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通常放这种纸的话 你得要有联名款 像万宝龙的儿童基金会 他里面有一张 那个就是儿童的一个有描述儿童的那种天真儿童那种宽乐的一个场景 如果放这样子一句留言 这种通常给我感觉是像什么信呢 或者是说一个呃 怎么说留言的一个纸条会放 因为送礼物的话很少会放置 我这是我个人觉得了 然后再下来是保修卡等等的 我觉得啊 都没什么意义 这个因为一年的话如果真的会说实话 一年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说实话 我自己也不会再买 这这是实话 真的 好 然后下来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 这个拿开 然后 好像没有什么了 应该就这么一支笔 好 那看一下这个感觉如何了 这样子 那这个的话 基本上盒子的话 呃 说实话就是我直接会拿去回收 我就奇怪 为什么这里对不准呢 原来是这个原因 他会晃 他不这个只会晃 所以说这个包装有点瑕疵 好 再下来引路眼帘的非常舒服的铝合金的一支笔 好 那个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大小好了 好 那再下来 哎 非常不错的一个大小啊 现在一对比起来 然后再下来 那如果不错大小 那我就放我的日用笔了 我用的最多 每天用的就是这只海韵 啊 好 首先这样子 他的这个笔有一个好处 长度来讲的话 呃 跟800差不多 但是相对来讲会比800 但是这个的笔我还没拆啊 比我一看的时候就知道他这个笔怎么样了 那首先点赞的地方在这里 他没有做一体的 然后就说明了他笔我不会太细 那相对来讲的话 他是有做文具的一个经验的 就是这个笔真的有点太贵了 然后上面在我们是悬开的吗 啊 不是悬开的 呃 有一个东西我想提前试一下的 就是这个吸磨气口镜 好 那一个看一下 好的 国产吸磨镜 国产的一个吸磨气口镜 那 然后笔尖的话就是26号的一个笔尖了 上手一拿 这个一看 那他看到他 笔握的话应该 哦 还笔800系 啊 这个也正常 然后再下来146的一个笔尖 再下来的话 看一下这个 我的海运用的上面这里都有点毛痕 就毛痕已经很严重了 好 那首先这样子看 那笔尖的话 能看到就是完全的一个26号的一个笔尖 呃 大小来讲 我个人觉得偏小了 以这种笔的一个大小应该不应该用一个26号的一个大小 我个人觉得 然后再下来呢 是一个他的一个这个笔握 笔握来讲 我个人觉得不是 花了很多的一个心思 单纯是为了说我 材料上面的一个统一 然后呃 那个 而拿的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非常有 怎么讲呢 它是非常就是说 接就是拿线就现代的一支笔嘛 然后很就是能看得出这个设计师 它是很少用钢笔的 它基本上是用原子原子笔为主 因为这种握杆以及这种的一个笔握这个设计的话 基本上 它跟拉米那一类的一个设计很接近 但是 但是你会感觉到它没有钢笔的元素在里面 因为可能是我用钢笔的话都 就对我来讲的话 钢笔应该是这样子的中古味道比较浓 就是古典味道比较浓 然后这个就没有古典的一个味道 那这是我个人不太 呃 喜欢的一个点了 但是它这个材料以及它这个一拿出来 的确是不错的 挺棒的一支笔 让人看到的话 它这一点的话就是 呃 没有追求一体的话 这一点的话是怎么呃 非常就真的非常点赞的 因为好久没看到这样子一支笔了 好 我们再下来看一下这个铝合金 虽然说铝合金我暂时最喜欢是无印了 但是无印那个就很容易变形它那个笔帽 笔的话也是偏重的一支笔36克的一个重量 那这个笔意味着什么 它不适合长期书写 那 这一支的话基本上就是文青的味道比较浓 那装供的是文青的这个市场 那以钢笔市场来讲就 不是很专 就是单纯以钢笔 以书写工具的角度来看 它不是特别的专业 呃 142.47的一个长度 呃 插马帽 点赞 非常好用的一个 呃 点 好 130的一个长度 然后再下来比我 把呃 这个地方好 可以 然后再量一下这个地方 好 10左右 那非常怎么样 非常精准的一个 呃 数字 那10的一个比我的一个地方 那不大不小 以它这个笔杆的粗细来讲的话 我觉得也差不多 好 再下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总体 那首先以100多块的这样子一支笔来讲的话 那手我那我需要挑剔一点 好 那第一件事 抓到问题一个瑕疵呢 看到这里有一条线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没做好还是怎么的 那第一个瑕疵已经出来了 呃 以这个价位来讲 有这种瑕疵是不太允许的 另外再下来啊 这里又有一个小瑕疵 一个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一个 那能不能看到一个小印 那这个小印 我个人觉得 呃 以这个价位来讲 呃 这里又有 呃 好 上面的这个 应该是可以旋转的吧 应该是可以有什么旋转的 还是说什么的 看一下 哦 直接转的 好 那基本上最贵的位置在这 啊 星期几 那这个点 个人就觉得现在有手机呢 那 我觉得没必要去这样子提醒自己说今天星期几这样子啊 可能有些人会喜欢 但是如果真的一个忙的人 他不会很在这个东西 因为 在一个非常极简的生活里面 这个就显得有点繁琐了 我觉得这个功能 那但是也点赞 就是说 必须给称赞一下 就是说他 堆子比花的心思肯定是有的 好 比夹的这个地方也是非常棒 按一下这个地方这里就可以了 那我觉得英雄可以拿一下这个设计来用 因为这个设计真的我到现在为止 平常只有我日用的艾成就才有这样子 按这个地方 他才会往外压 才有这个设计 那或者是拉米 那其实很少比有这个设计 那他做这么 长的一个地方 估计是想好按一点 那也有可能是工艺没达到 因为要这个地方一按的话嘛 那个工艺其实挺难做的 我觉得 好 再下来的话就是再看一下 好 尾部又有瑕疵了 也就又看到一个瑕疵 好 那个这个笔的话 首先是这样子了 如果是叫我买的话 观众想买 我个人真的不推荐 价格太贵了 另外一个钱都花在包装上做笔的一个怎么讲呢 做笔嘛 以这个价位来讲 白乐的比邪乐的白金的 他不会有这样子一个瑕疵 瑕疵 或者再贵一点的无印的 他也不会有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呃 有点说实话 有点不想测了 这个钢笔还是要找回钢笔品牌了 这个他做起来 我觉得他利润太高了 然后就 呃 不真的不是很专业 这个做 而且瑕疵也很多 那还不如买一只永生699什么的 好 那 笔尖的话 我也看一下吧 笔尖的话 但是其实已经很失望了 现在这只笔 好 前面的伊犁呢 看到比较细长 比较修长的 但是 嗯 你们看一下这个前面的这个位置 我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了 不是很对 没有对齐 能看到吗 上面的这个压纹 没有对齐 那能看到吗 就是嗯 呃 下次推荐笔的话 真的EF间的推荐笔真的是还是 建议还是真的找回去钢笔品牌吧 因为看过不少像SKB的绅士那一只 然后现在这一只的话 说实话真的 呃 当就是如果其实我从图片看已经觉得没什么事的必要了 这个这个的话 呃 再下来的话 我直接上墨吧 然后赶紧上墨了 然后就结束一下吧 因为 呃 也算是 真的会讲不值的笔的话 我记得上一次的 上一次的话应该是 SKB的那只 甚至钢笔太贵了 那一只 然后 用起来 外观的话等等的 其实真的 呃 很多的一个 不成熟 就是笔贵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 以这个质量 来讲的话 这个笔瑕是太多了 真的还不如SKB的那一只 好 再下来 我 试写一下吧 还是 ok 来一下 然后这一只是N9的那个 循迹钢笔 然后 先 好像是这么去写吧 这个字 那我再下来EF 那首先EF来讲 它是偏粗的了 然后 然后 笔尖上的反馈不是很明显 没压 有用力压 然后出息来讲 应该是F的出息了 这个不是EF的出息了 如果F的话有点不太敢想象 呃 再下来的话 这个斜感来讲 你们听一下 有点色不刮 呃 又不滑 呃 做笔尖来讲质量不是特别好 就是真的还不如去英雄永生 呃 因为用英雄永生的肩 我觉得已经不太稳定了 那像这一只的话就是呃 就更更不行了 真的 呃 跟谈比差不多吧 反正就是 好 大概这样书写完吧 然后是什么的就不去讲了 因为已经没什么必要 好 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 呃 这个 Waterman的 他应该EF是0.38的 我这次是FNIP的 也就0.5的 你看出息基本上是一样的 好 那个写起来的话就是出息一模一样 空墨还是原子笔的一个空墨肯定来的比较好嘛 这个很正常 我觉得 好 大概就这样吧 然后就是能看到EF间 但是出息跟F差不多 呃 肝比来讲没有用心去做 没有什么诚意 那写了我个人觉得已经不算特别有诚意了 这一只就更没有了 好 那今天这个评测就到这里吧 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那那个我们下次见 拜拜